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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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簡Sir? 你也去勾亭? 哈哈 我也是新手而已 但山上的Legra 收得這麼差 你豈不是摸不到我屎? 我也是放假才上去而已 或者回報的東西 升到升不到 不是靠彩數 最重要是掌握多些資訊 嗯…這麼興奮你們又怎麼看? 全球疫苗接種已經開始 暫時以英美的進度比較好 所以預期經濟重開都會快些 另外經濟復甦 通脹預期升溫 所以最近美國債息都升了 但看回扣除通脹的實質利率 比以前仍然還在低水平 企業的融資成本壓力未算很大 預期公司盈利仍然可以保持正面 但債息升 短期就會影響債券的表現 咦? 那美國的市 不是多有機? 通脹升溫 市場一直擔心美股股值會大調整 但看回過去30多年的數據 在溫和通脹的環境 即是物價維持在0-4%之間 美股都可以保持在比較高的估值 除非經濟出現通縮 或者超高通脹 可則以現在2-3%的水平去看 美股仍然可以有較好的表現 所以我們對美國的看法都很樂觀 那中國和香港的市 有靚不靚仔? 內地今年的GDP目標似乎比較保守 最近房產銷售和固定投資活動都急升 內地政府擔心投資市場過熱 財政和貨幣政策都不會太寬鬆 市場流動性少了 連帶最近北水投資港股都放緩了 嘩…那你要看清楚市場 所以中國的前景都是比較保守 那其他地方好不好呢? 歐洲和日本的疫苗接種速度有需要加快 本土的服務業才有機會恢復 雖然歐洲有些國家依然受到封城影響 但環球需求復甦 都由來歐洲的製造業保持強勁 日本的經濟都同樣受惠 加上最近日圓走藥 製造業和出口的表現都不錯 我們對歐洲和日本的展望都保持正面 亞洲那邊又怎樣呢? 印尼商品價格上升 一些以資源出口為主的亞洲國家 好像澳洲、印尼都受惠 另外全球供應鏈轉移 都有來台灣和韓國 特別他們在晶片和科技產品的出口 所以亞洲的前景是樂觀的 不如我們總結一下環球形勢吧 其實投資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所謂強積金投資增值 自己除了要留意市場走勢之外 還要加上我們富達投資團隊的專業分析 就夠了全年了 有選Sir MPF就一起重選吧 想輕鬆自主管理MPF 你還可以下載富達Smart Retire App 我們收到了 你又收到沒有 我們收到 minus tab 我們收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